我兒子在美國 有一天我收到他的老師寄了一封email給我 這位Dr.D呢 他接了一封信寫給我 他說你兒子在第一次的英文作業當中涉嫌抄襲 我給了他零分 任何東西只要是你從別人得到的點子 你都要記錄出他是從哪裡來的 我寫了一封信給Dr.D 我說謝謝你 讓我的兒子上了一堂寶貴的課 我相信這堂課對他的人生將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是不是超的你的良心之道啊 臨時尖 陳明通 你們有沒有犯法 你們可以凹啊 法院是你開的 你我共同有一個東西叫做良心啊 我兒子在美國念九年級就是初三 那他修了一堂課叫做English Writing 英文寫作 有一天我收到他的老師寄了一封email給我 他的老師呢是一個大家都說他很古怪 他確實也蠻古怪一個六十幾歲的教授 他是個博士所以大家都叫他Doctor 你知道好他是在美國的南邊的一個大學 教英國文學 退休了以後 退休了以後跑到高中去當英文老師 所以說他是over qualified 他是一個學術界的人他只是退休以後去教 這種人在美國蠻多的 有人是美國的醫生有人是工程師錢賺多了賺飽了 不想要再去那種賣乾賺錢就退休了 錢太多了 但是呢基於不想要太早退休同時基於還有一些傳承給下一代的使命感 他們就跑去初中高中甚至有人跑去小學教書 很有趣 美國這種很有使命感的老師很多 那這位Doctor D呢 他就是這樣子跑去教高中 其實他是大學教授他是博士 退休 好 那平常這個人不說話 個性有點古怪 很多人被他當掉 我聽到的消息是這樣 結果他接了一封信 寫給我 他說 你兒子在第一次的英文作業當中涉嫌抄襲 我給了他零分 我說蛤 我愣了一下 我馬上 火冒三丈 我跑去問我兒子說 但是我禱告了一下讓自己心平氣和 因為聖經上說 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人的怒氣不能成就神的義 所以我就把兒子找來 說兒子啊 這封信是怎麼回事 他一臉的茫然 他都快哭了 他跟我說 爸爸我真的沒有抄襲 我說那他怎麼會冤枉你 他說我 我說那你明天去跟這個Dr.D問清楚 你到底哪裡抄襲 他去跟Dr.D解釋完了以後 Dr.D不買帳 那我說你怎麼解釋 他說爸爸 我這邊作文是在探討美國一個社會議題 老師叫你寫篇文章 來發表你的看法 所以我就去Youtube上面 去Youtube上面看了一些那種討論的東西 然後他們的一些點子 我就把它行之於文字 因為我覺得這個也蠻有道理的 這我認同 我就把它整理的寫成文字 變成了一篇稿子 啊 我說這樣不行嗎 而且你知道社會科學的東西其實也坦白講 沒有什麼驚世害俗的東西 就是他們所提的一些論點 你把它整理成為 你的文章 那我說那Dr.D是怎麼說的 Dr.D說任何東西 只要是你從別人得到的點子 你都要記錄出它是從哪裡來的 我說哦 我沒講話 但我心裡想說 爸爸自認為智學嚴謹 但是我在網路上的Youtube 這種比較新興的頻道上 看到別人的一些概念 我把它用出來 我好像自己也沒有引用 來自Youtube的哪一些東西 因為 Youtube上面是一些論壇 你知道嗎 那種東西 坦白講他們也不是原創的 他們只是一些論述 我說我深呼吸一口 我說好 學到一個教訓 知道嗎 任何東西從別人那裡拿來的點子 哪怕是個點子 都要說我這個點子是從哪裡來的 我聽完他說話以後 我回到了 Email前面 其實我有點火 我心裡面有一種聲音 你知道在美國的高中 因為在九年級是美國的高一 這些東西將來申請學校通通要列入記錄 你知道後來因為他拿了個零分 所以他那學期後面他一直在趕一直在趕 然後就拿A拿A最後平均下來 因為作業沒有很多拿了個零彈之後他整學期的English writing 拿了個C 你知道在美國高中成績來拿了個C 你幾乎是已經跟一流的學校絕緣了 我心裡面其實很難過 你知道我們這種望子成龍 望子成鳳都還有一些這種 台灣爸媽的這種心態都是要念名校 因為我兒子很聰明 他是有能力念名校的 他拿了這個C之後幾乎是已經絕緣了 我心裡面其實有個想法說 我很想去跟Dr.D理論一下 你是Professor 我也是Professor 我怎麼不覺得 在YouTube上面聽到別人的一個論點 而沒有出名出自 說明出自於YouTube上面的討論 這樣怎麼會叫做抄襲呢 我不以為然呢 我坦白講我到今天為止我還覺得 這個講法太牽強了 可是我深呼吸一口氣 我吐了一口氣 我說好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堂功課 告訴我們說 你做的每件事情 你的天賦都在暗中查看你 聖經上說耶和華見察人心 耶和華看的是你的心 今天上帝看的是你的心 我們在社會上有一個東西叫法律 法律是很低的標準 我告訴各位 無罪的人絕非無罪 只是因為證據或者是 你犯罪的程度沒有到那個標準 所以無罪 蓋棉被唇聊天 結果也會無罪 因為我無法證明 所以你要無罪很容易 所以躲過法律制裁非常容易 法律在網上有個東西 叫做道德 道德很抽象 每個人的道德不一樣 蔡依依樂馬飯店出來的 她的道德跟你我 呂作正義圈的同學絕對不一樣 所以道德很難衡量 在道德之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叫做良心 圣經上說你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得自由 你是不是操得你的良心之道 林志堅 陳明通 你們有沒有犯法 你們可以拗 法院是你開的 你們的道德我不跟你比 因為每個人的道德不一樣 我不敢說我比你高 因為 謙虛一點嘛 但是你我共同有一個東西 叫做良心啊 圣經上說你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的自由 圣經上沒有說 有錢的人必曉得真理 或者說教授必曉得真理 高官必曉得真理 沒有 圣經說你必曉得真理 每個人都曉得真理 真理是什麼 是你的良心啊 好 我其實蠻痛的 對我兒子這件事情 因為他為了一個疏忽 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還跟我一些家長 家長說 啊那個Dr.D喔 就是這樣 還有很多人跟我說 要是我 我應該 我跟你說 我們這種台灣人的家長 就太軟了 我要你是你 我就去找Dr.D拍桌子 你這樣子是怎麼樣的 影響了一個孩子的前途 你知道嗎 我突然 有一股衝動 想要去找他理論 可是我深呼吸了一口氣 我說今天感謝主 謝著上帝給我孩子一堂課 告訴我們說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這是劉備告誡他的兒子 劉産阿斗的一句話 我兒子有沒有錯呢 從 百分之百誠實的角度來看 你應該引注說 我這個點子是從YouTube上得到的 但是他沒有 因為他跟我都不認為 這種東西是一個有原創性 必須要引注的東西 如果這是一個期刊 或者是一個報導 甚至是媒體 那沒有錯 網路上也要引用 但他這是一個視頻 是一個YouTube 是一個討論 也不是什麼創建的點子 可是我一個念頭轉了 我寫了一封信給Dr.D 短短的 我說謝謝你 讓我的兒子上了一堂寶貴的課 我相信這堂課對他的人生 將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再次謝謝你 我一句話都沒有argue 我的兒子在期末就拿了個C 我也沒罵他 我跟他講說 我們要寬以待人 言以律己 我們是基督徒 要用聖經的標準 不要以為沒人知道 這是一個小小的教訓而已 勝過你將來在社會上跌倒 你今天才16歲 進不了一流大學沒關係 誰說一定要進一流大學 有個一流的品性比較重要 就是我同學的 這個爸爸跟我說 他對孩子期望 他是個老美 他說 Be good Be happy 做個快樂的好人 這是對孩子唯一的期望 這件事情 給我想到了一個非常 有影響力 非常震撼我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 我兒子他們在學校考試 常常有時候會考選擇題 考完以後回來我說 你怎麼有三題沒做 他說我寫不完 我說你不會猜啊 通常我還跟他講得很得意 沒飛色 通常我會去看怎麼猜呢 我去看比方這30題 你寫了27題 你去看這27題裡面 哪一個答案最少 你就猜那個 比方說 B最少 你就猜B C最少 就猜C 我兒子看了看我 他說 爸爸 我不想猜 我愣了一下 我說你傻嬰娜 你偷偷嘴喔 我們從小不是 老師也教補習班 也教我們怎麼猜題嗎 對不對 他說爸爸 我的老師告訴我們說 考試 是在考你會不會 不是在考你的運氣 你不會 來不及做 你就不要憑運氣 我當下覺得我被棒子打了一錘啊 對 你說的完全對 這就是誠實 這就是beyond the law 這就是 一個人的 最誠實的表現 我說 喔 你是 他補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同學都是這樣 我舉了個大拇指 對 你說的對 爸爸說錯了 爸爸說的是我們以前那種 升學主義壓力下 一個取巧的方式 這是我在美國上到一堂珍貴的課 美國老師告訴孩子們 你會就會 不會就不會 來不及寫 不要猜 因為你猜對了這個分數 並不代表你的實力 沒有意義 這是我 從兒子身上 學到的一場寶貴的課 也把這堂課 送給陳明通 林志堅 還有在凱道的蔡英文 一個人 良心 品性 勝於官位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 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